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华尔街争议节目 今天我们要探讨的是 特斯拉在德国的工厂竟然出现了高达17%的并价率 这一数据引起了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的强烈关注 他在社交媒体上直言 这听起来太疯狂了 并表示正在跟进此事 根据报道 特斯拉Greenhide工厂的并价率是德国汽车行业平均水平的三倍多 这不仅让马斯克震惊 也引发了员工的不满 工厂经理甚至采取了家访的极端措施 结果遭到了员工们的强烈反对 甚至威胁报警 工会代表也指出 员工面临的工作压力过大 修并价遭到管理层的施压 更为严峻的是 特斯拉在欧洲的销量正在急剧下滑 2024年8月同比下降了36% 而在这段时间 德国工厂频繁停产的消息更是让人担忧 环保抗疫 供应链问题接连不断 特斯拉的市场份额亦从2019年的19.8%降至2024年的17.2% 这一系列的事件究竟会对特斯拉的未来产生怎样的影响 马斯克会采取何种应对措施来挽回员工和市场的信任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2024年8月 特斯拉在欧洲的新车销量同比下降了36% 这一消息犹如晴天霹雳 震惊了整个汽车行业 根据Sucker的报道 这家电动汽车巨头仅售出了21701辆新车 销量下滑的背后不仅仅是市场的冷淡 还有内部管理和外部压力的多重困境 彭博社和德国商报Handelsblatt的深入调查揭示了特斯拉在欧洲唯一的汽车工厂 德国Greenhide工厂的高缺勤率问题 这个工厂在8月份的并价率竟然达到了惊人的17% 是去年德国汽车行业平均水平的三倍多 这一数字直接引起了埃隆马斯克 伊兰·马斯的关注 他在社交媒体上表示 这听起来太疯狂了 我正在跟进此事 据商报报道 特斯拉德国工厂经理甚至亲自上门拜访并驾员工 这一举动引起了员工的强烈反感 很多员工不仅关上了门 甚至威胁要报警 欧洲最大的工会IG Metal的地区负责人Dirk Schultz对此表示 特斯拉工厂员工并驾率高居不下 对员工进行加访是荒谬的行动 他在一封电子邮件声明中指出 工厂的工作量极高 管理层向生病的员工施加压力 而健康的员工则被迫承担额外的工作量 今年以来 特斯拉德国工厂频繁停产 使得生产计划一再推迟 一月份 由于红海危机造成的供应链中断 特斯拉不得不在1月29日至2月11日期间 暂时停止大部分汽车生产工作 而在3月5日 一处高压电线遭遇纵火引发停电 特斯拉柏林工厂再度被迫停产 一个名为火山集团的组织宣称对此负责 虽然在3月13日工厂复产 但此次停产损失估计达数亿欧元 对此 马斯克在社交媒体act上愤怒地评论 他们要么是地球上最愚蠢的生态恐怖分子 要么是那些并不持有环保目的的人的傀儡 停止生产电动汽车 而不是化石燃料汽车 是极端愚蠢的 然而 这并不是特斯拉德国工厂唯一的困境 今年5月8日 特斯拉柏林工厂再度宣布关闭4天 这次停工主要是由于当地居民抗议特斯拉扩建引发的示威活动 6月初 特斯拉宣布其位于柏林的超级工厂 将于6月总计停产5天 尽管特斯拉表示这是生产运营的常规操作 但频繁的停产无疑对公司生产效率和市场供应产生了负面影响 市场反映对特斯拉显而易见的压力 2024年上半年 特斯拉在欧洲的销量下降了13% 市场份额也从2019年的19.8%下降到了2024年的17.2% 这一数字虽然看似微小 但对一个希望主导电动汽车市场的公司来说 意味着巨大的竞争压力和市场信心的流失 整个故事的背后不仅仅是特斯拉在欧洲市场的挣扎 还有马斯克对公司管理和市场布局的挑战 在全球市场中 特斯拉一直以创新和激进的市场策略著称 然而在欧洲这个相对成熟且竞争激烈的市场中 特斯拉显然面临更多的挑战 高病假率 频繁的停产 供应链中断 以及环保抗疫活动 都是特斯拉在欧洲市场发展的掣肘 就如马斯克所言 这一系列问题确实太疯狂了 但他们无疑反映了一个更深层次的管理问题和市场策略的再思考 特斯拉在欧洲市场的表现 可能只是全球电动汽车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缩影 未来 特斯拉如何在这片竞争激烈的市场中重新夺回优势 将成为业内关注的焦点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 谢琪琪 各位观众 首先 特斯拉德国工厂17%的并价率的确令人震惊 但我们不能忽视的事实是 这是反映出工厂内部管理问题的一个重要信号 特斯拉的高速发展和高压力工作环境 导致员工身心负担过重 这样的并价率其实是工厂管理曾需要反思的地方 而不是简单的责怪员工偷懒 要知道 特斯拉的成功离不开每一位员工的努力 他们的健康与幸福才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基石 楚天书 你说的好像特斯拉的员工都是柔弱的小白兔 完全忽视了企业的现实需求 17%的并价率 这可不是小数目 在德国汽车行业 平均并价率也不过5%左右 为什么特斯拉的并价率会高出这么多 这不仅仅是管理问题 更可能是员工滥用并价制度的问题 马斯克拜访并价员工的家 是为了确保没有人滥用制度 这反而是对其他勤奋员工的一种保护 特斯拉不是慈善机构 是高科技企业 需要的是高效率和高生产力 好吧 谢谢 谢谢 我明白你在为高效生产辩护 但你不能忽略了人性化管理的重要性 特斯拉这样的高科技公司 如果陷入了对高效的盲目追求 而忽视了员工的真实需求 最终将自食其果 看看历史上的例子 福特公司早在20世纪初 就引入了8小时工作制 提高了员工的满意度和生产效率 这才成就了福特帝国 特斯拉也需要向前辈们学习 找到员工福利与高效生产的平衡点 而不是一味地对员工施加压力 甚至采取侵入性的家房手段 楚天书 你说的好像福特的做法是万能灵药 但你忘了我们现在生活在21世纪 特斯拉面对的是全球市场的激烈竞争 特别是在电动车领域 时间就是金钱 你提到福特的8小时工作制 但别忘了特斯拉的创始人马斯克 可是以每天工作16小时而著称的 他亲力亲为 期待员工也能同样努力 再说了 德国的病假制度本就宽松 员工请病假容易 这不是特斯拉一家企业的问题 病假率高是普遍现象 马斯克只是采取了必要的措施 避免企业被拖垮 谢奇奇 你真是马斯克的头号粉丝啊 可别忘了 高强度的工作模式是不可持续的 不然我们岂不是要回到工业革命时期的血汗工厂了吗 特斯拉病假率高 或许更需要从员工的角度去理解 他们在面对高压工作的情况下 自然会有更多的健康问题 适当的病假是他们应得的权利 而工厂应该做的是改善工作环境 而不是像福尔摩斯一样挨家挨户的查探 要知道 员工的幸福感和归属感 才是企业长存的根本 毕竟 连福特都是在重视员工福利之后 才真正腾飞的 楚天书 你的理想主义真是让人感动 但是理想归理想 现实是残酷的 特斯拉的竞争对手 可不会因为他们的员工幸福而手软 17%的病假率高到离谱 这不仅影响生产线的运行 更会导致订单延误 客户抱怨 最终影响公司的声誉和市场份额 马斯克的家访行动虽然有些激进 但在高压的商业环境下 这也是不得以而为之 更何况 特斯拉的员工也不是被迫签合同的 他们进入公司时 应该知道这份工作的要求和挑战 企业要生存 要发展 就必须采取强有力的管理措施 确保效率和产量 这才是对股东和客户负责的态度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各位观众 首先 特斯拉德国工厂17%的并价率的确令人震惊 但我们不能忽视的事实是 这是反映出工厂内部管理问题的一个重要信号 特斯拉的高速发展和高压力工作环境 导致员工身心负担过重 这样的并价率其实是工厂管理曾需要反思的地方 而不是简单的责怪员工偷懒 要知道 特斯拉的成功离不开每一位员工的努力 他们的健康与幸福才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基石 楚天书 你说的好像特斯拉的员工都是柔弱的小白兔 完全忽视了企业的现实需求 17%的并价率这可不是小数目 在德国汽车行业 平均并价率也不过5%左右 为什么特斯拉的并价率会高出这么多 这不仅仅是管理问题 更可能是员工滥用并价制度的问题 马斯克拜访并价员工的家 是为了确保没有人滥用制度 这反而是对其他勤奋员工的一种保护 特斯拉不是慈善机构 是高科技企业 需要的是高效率和高生产力 好吧 谢琪琪 我明白你在为高效生产辩护 但你不能忽略了人性化管理的重要性 特斯拉这样的高科技公司 如果陷入了对高效的盲目追求 而忽视了员工的真实需求 最终将自食其果 看看历史上的例子 福特公司早在20世纪初 就引入了8小时工作制 提高了员工的满意度和生产效率 这才成就了福特帝国 特斯拉也需要向前辈们学习 找到员工福利与高效生产的平衡点 而不是一味地对员工施加压力 甚至采取侵入性的家房手段 楚天书 你说的好像福特的做法是万能灵药 但你忘了我们现在生活在21世纪 特斯拉面对的是全球市场的激烈竞争 特别是在电动车领域 时间就是金钱 你提到福特的8小时工作制 但别忘了特斯拉的创始人马斯克 可是以每天工作16小时而著称的 他亲力亲为 期待员工也能同样努力 再说了 德国的病假制度本就宽松 员工请病假容易 这不是特斯拉一家企业的问题 病假率高是普遍现象 马斯克只是采取了必要的措施 避免企业被拖垮 谢琪琪 你真是马斯克的头号粉丝啊 可别忘了 高强度的工作模式是不可持续的 不然 我们岂不是要回到工业革命时期的血汗工厂了吗 特斯拉病假率高 或许更需要从员工的角度去理解 他们在面对高压工作的情况下 自然会有更多的健康问题 适当的病假是他们应得的权利 而工厂应该做的是改善工作环境 而不是像福尔摩斯一样挨家挨户的查探 要知道 员工的幸福感和归属感 才是企业长存的根本 毕竟连福特都是在重视员工福利之后 才真正腾飞的 楚天书 你的理想主义真是让人感动 但是理想归理想 现实是残酷的 特斯拉的竞争对手可不会因为他们的员工幸福而手软 17%的病假率高到离谱 这不仅影响生产线的运行 更会导致订单延误 客户抱怨 最终影响公司的声誉和市场份额 马斯克的家访行动虽然有些激进 但在高压的商业环境下 这也是不得以而为之 更何况 特斯拉的员工也不是被迫签合同的 他们进入公司时应该知道这份工作的要求和挑战 企业要生存 要发展 就必须采取强有力的管理措施 确保效率和产量 这才是对股东和客户负责的态度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